我们找到了一起来通声颂读 预备起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 主耶稣基督求你用你的宝血 不断地遮盖 洗净我们污秽的心灵 我们的疲乏 我们的疲惫 我们的迷茫 彷徨 软弱 你都知道 愿主用你慈神 爱索心 因我们 用你兼顾的 大能的右手 兼顾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进入到你真理和恩典的丰盛 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真理里面 得以建立 愿主使用我们 使你的名字得到尊荣 愿主亲自施恩怜悯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在谈到上帝如何称罪人为义 这样的福音之后 保罗就开始讲了一系列 关于基督徒的生活 一章到十一章 谈到我们如此蒙恩的源头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 十二章到十六章往后呢 就谈到了我们在基督里 应该行事为人与此恩典相称 那特别是九节到二十一节 就谈到了有关一些具体的 很杂乱的 这样的生活伦理的教导 那使徒保罗在这里面 他一方面采用了 希腊罗马世界 比较流行的劝勉方式 同时也借鉴了 旧约犹太智慧文学的分额 然后他采取了这种劝勉的方式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有些 这个抓不住逻辑 我们现代人呢 本性当中或者是作者呢 一般在论述某些问题的时候 都会讲究逻辑 主题啊清晰啊思路啊 先谈论什么后谈论什么 最后谈论什么 但是当大家读到九节到二十一 直到现在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有些问题 这个同样的主题前面谈了 后面又从不同的角度谈 就给人一种困惑 给所有现代的读者一种试探 就是总试图把它逻辑化 但是又难于把它系统化 这就是因为使徒保罗用了 这个希腊罗马世界流行的 劝勉方式 也是旧约犹太智慧文学的 一个风格的影响 那这种劝勉 一般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常用的 常用来的这种道德劝技啊 催促人采取某种态度 或者是某种立场行为 第二就是通常依靠传统 他会引用什么俗语啊 旧约的什么经典呢 历史资料来为他的劝勉 作为论据 第三就是我们特别容易感受到的 就是结构比较松散啊 作者会从一个主题迅速转回到 另一个主题 然后前后之间逻辑也 没有丝毫的逻辑关系哈 就像本文里面十七节 不要以恶报恶 然后马上就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后面倘若能行 总要与众人和睦 他们之间你发不现在 发现不了在语法上 在逻辑上的关系哈 特别是 以恶报 不要以恶报恶 和若 倘若可行 这个是有逻辑关系 但中间插入了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意做 没有明显的证据 证明他和前后的这样的劝勉 有什么的逻辑的关系哈 所以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惑 但不管怎么样 从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谈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当面临那些教外的 那些逼迫我们的 那些恶待我们的人 我们当如何去对待他们 十七节说 不要以恶报恶 然后十九节说 不要自己胜愿 二十一节 不要为恶所胜 总结来说 就是要以善胜恶 不要不要 要 这是这一段里面 给我们看到的明显的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十七节 不要以恶报恶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以恶 这是我们的反应 报恶 那个恶是对方 当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 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教导当中 基督徒常常被描述 成为一种一群在世界 又不属世界 又与抵挡神的文化 和追随抵挡神文化的那些 不敬畏神的人之间形成某种张力 这种张力往往表现在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对敬畏神的基督徒的一种拒绝 一种反感 一种在语言或者物质经济 或者是物理上的一种抵挡 我们称它为逼迫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当我们遭到那些来自敌对我们的人的恶待的时候 逼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反应呢 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以恶报恶 以他们恶待我们的这种恶 去回应他们 不要因着他们的恶被激动 以至于我们试图同样的去回应他们 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圈面 无论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四节 还是利维基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都谈到了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们很多基督徒 我们熟悉这个经文 甚至不信的人 他们也常常用这样的话 我们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那是不是今天的本文和旧约圣经的教导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和张力呢 不是的 圣经不存在矛盾 为什么呢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教导是强调司法的公正性 在法庭上 公共的审判上 一定要以牙还牙 以牙还眼 当我们知道法律的公正性的时候 犯罪的人就会考虑到 我这样做一定会遭到相应的公义的报应 所以惧怕而限制自己的恶行 这是一种法律的威慑性 我们从律法的公用里面提到了 律法如同僵绳 借着神的审判和罪恶的严重的后果 勒住我们 不至于进行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恶念 偷盗的人考虑到如果被抓住怎么办 他会截止自己 要闯红灯的人考虑到我这个要被抓的扣分 或者罚款怎么办 然后甚至有一些什么道德上的这样的试探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后果或者舆论等等 这种在良心上因着惧怕而对自己的所有的欲望 不至于进行实践的这种节制 如同僵绳一下勒住我们 这就是司法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积极的作用 威吓震慑的作用 所以这句话严格来说 是指公共的司法的审查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这种公义公正 杀人的流人血的他必被流 这个不是鼓励私刑 不是鼓励私刑 好吧 你偷我的 我要偷你 你偷我一条狗 我偷你家一条牛 一头牛 对不对 然后我不只是一对一的抱怨 我甚至抱你更厉害 这是所有人类本性当中 都会有的一种意识 欺负我的 我一定要回应他 不然的话 他会认为我很软弱 我一定会报复他 所以这种以牙还牙 这种概念 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 我们会觉得是 理所当然很正常的 但是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要以恶报恶 别人恶待我们 我们不要以同样的方式 去回应他们 那这里面说到 众人以为美是要留心之错 那我们就插入这句话来解释一下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指不信的世界里面 存在着神所看为的 那个绝对的善 属灵的善 我们说到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有两类的善 一种是在神看为属灵的善 在神面前视为善的 出于爱神 出于信心 出于荣耀神 基于这种对神的敬畏和顺从 而行的善 在神眼中看为善 不只是这样 还按照律法 神所要求的 那另一方面 还有一种是社会性的善 虽然不信的人 他们不认神 所以他不可能会 为着神 出于神 但是他们可能会 出于一般社会性的 补起一个跌倒的老人 去救济那些贫穷人 什么建希望小学 震灾 他没有考虑到上帝的缘故 而没有考虑到 什么感谢上帝 我对这个等等 出于信心和爱神 敬畏和对神话语的顺从 而是只是存着 他们的本性 这种本性 我们说在创造当中 上帝刻在我们良心当中的 一些善恶的意识 一般人里面虽然犯了罪 虽然是罪人 但是他们里面也有这种 残留的这种善恶的意识 虽然我们神的形象 样式都近乎毁灭 但是仍然残留着 神的形象样式 里面善恶的标准还有 上帝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良心当中 本性当中 赋予了那个道德法 一个是刻在法板上 借着明确的命令和小玉 颁布的启示的律法 一种是本性的律法 所以他们里面也有这样的 因此纵然所有不信的世界里面 绝大多数的这种世界观 价值观是抵挡神的 但是他们本性里面 仍然残留着一些 善的概念 虽然他的这些善 可能跟基督教要求的 不如基督教的更高 但是最起码 那个善 他们认为美的 你也要留心去做 孝敬父母 这不是什么坏事吗 对不对 好事 基督教也特别注重孝道 遵守秩序 什么勤俭 勤劳 诚实 正直 公义 善良 这都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美德 虽然现在价值颠倒 可能会嘲笑这种生活的人 觉得笨傻 不失实物 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状况 但是人骨子里面 都认为这是些美德 对不对 甚至一些世俗的哲学家们 也鼓励什么节制 什么政治勇敢 智慧等等 这个都是好的 自然之光 本性之光里面 他们有的这种意识 所以众人 尚且都知道美的事情 基督徒当然 理所当然的应该做 这种说法 为什么和以恶报恶 还有众人以为 与结利与众人和睦 混在一起呢 我们看到基本上 教导我们一种态度 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 虽然有一种张力 但是基督徒应该抱着 不是主动进攻 报复或者是敌对的那种态度 而是一种相对温柔和和平的态度 不要以恶报恶 纵然别人仇视我们 恶待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仇视对方 甚至以同样的恶行去报复对方 十八节说的 倘若可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状况允许的话 我们抱着的态度就是 尽力与众人和睦 这句话第一 不是只做合适了 我们常常形容某个皮肤黑的人 丢到煤堆里面就找不到那种 基督徒 我们虽然说是圣洁神的百姓 但是丢到世界上 然后找不到他的身影 不是被世界同化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 竭力与众人和睦 前面说到基督徒会遭到仇恨 逼迫这种张力 无人无缘无故 因为耶稣的名 因为你做基督徒的缘故 人会恨你 仇视你 但是我们不但不要以恶报恶 还要竭力的 可能的话 以和睦的态度 与众人和睦 这个是不容易的 我们基督徒常常 就包括我们传统教会 包括我也一样 我是从传统教会里出来的 深受这种熏陶 一种二元论的世界 善与恶 神与撒旦 教会与世界 这两种是不能混合的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些是魔鬼的儿女 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些外巴人 很容易的就形成一种 对立的这种思考方式 我是信的 他们是不信的 我是神的儿女 光明的子女 他们是撒旦 魔鬼的儿女 不错 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这种对待 看待他们一种对立的 这种进攻式的 攻击性的这种态度 是不应该有的 他们纵然恶待我们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 不是以恶报恶 而是尽可能与众人和睦 你在单位里 在学校里 在宿舍里面 在你的人际圈里面 甚至你的家庭里面 因着你信主的缘故 无缘无故 遭到一些 这种莫名其妙的干扰 精神上的 言语上的 眼神上的 态度上的 做事上的 给你带来额外的压力 你因为做基督徒 常常受到别人的 所谓的恶待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般基督徒 撒旦退去 心里面已经 把他变成魔鬼 他就约等于魔鬼 撒旦的儿女 地狱之子 我们是光明 已经把我们 放在这种 敌我关系上了 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 不要以恶报恶 当他恶待我的时候 我不能以恶的意念 恶的行为去带他 竭力的留心 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 竭力与众人和睦 这种和睦的态度 就是源自前面所说的 爱 爱弟兄 爱众人的那个神的爱 竭力与众人和睦 他虽然恶待我 但是我却以和睦的态度 对待他 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 他是和平之子 以色列书里面预言 他是和平之子 和平的君 然后他来也是带来和睦 然后他也吩咐我们 要在世上不仅做光 还要做眼 然后使众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那问题是我们传统当中 接受教育 无论是传统教会 和后来受改革宗影响的 传统教会是因为那种 属灵观 二元论的属灵观 但是改革宗更激进一点 我不是说正常的改革宗 是国内一些 我们华人教会 接受了一些改革宗思想的 这样的教会 表现出了更积极的这种攻击性 不但跟那些非基督徒 对立起来 而且还跟所有 非改革宗教会的肢体 不接受我们任信条 信经的那些 其他的基督徒 也对立起来 甚至把他们称为 什么假教会 假信徒等等 这种态度 这种攻击性的态度 这种敌对的意识 正好是跟上帝所教导的 这个爱和平和睦 是冲突的矛盾的 特别是对待恶待我们的人 我们应该恨他们吗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憎分明 爱神所爱的 恨恶神所恨恶的 这是敬畏神应该有的性情 基督徒不是什么都 好好好 老好人那种好 恨恶一些事情 邪恶的事情 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应该有这种 圣洁的意识和感情 爱憎分明 但是不意味着 我们常常抱着这种 敌视的态度 攻击进攻性的态度 去和别人相处 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因为读圣经 对圣经的理解 信仰的理解等等 曾经也抱着一段时间 那种自己就不知道的 把自己关在一个城堡里面 军事的要塞里面 以那种拿着 这个什么加特林也好 什么高射炮也好 或者大具也好 那种进攻式 防范式的态度去看待 所有在要塞外的那些非基督徒 这种攻击性的防御性的敌对性的仇视的态度 和圣经教导的基督徒伦理是相冲突的 是他们逼迫我们 恶待我们 但是是不是我可以去仇恨他们 或者说这里面所说的 要竭力与众人和睦 既然他恶待我 但是我还要尽可能与他和睦 如果按这个逻辑 大家就能理解 耶稣所说的打你左脸给你右脸 那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后面说不与恶人作对 不是意思让大家真的是 对方拿刀捅你的时候 你不跑掉 该跑的是就跑 保全生命 他的意思说不要与恶人作对 恶人这么带了 你好吧 你也以恶报恶 然后就两个人拿着胸膝互相干起来 自卫逃跑 自卫性的防范 这个是许可的 不是说让我们就是按字面 那么直白的 甚至有点丧失常识和智慧的 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候 还不逃跑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说到什么意思 当人打你的时候 你都不以恶回应他 所以转起左脸 那种温柔 那种忍耐 谦让的态度 所以当十八节之后 保罗十九节 似乎觉得这种劝勉有些压力大 和我们的常理和本性不一致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 亲爱的弟兄们 亲爱的弟兄 非常温柔的 人性的去鼓励我们 不要深渊 不要自己深渊 宁可让步 听凭诸怒 什么意思 前面说不要以恶包恶 这是结论了 不要尝试自己亲自 回应他们的恶 被他们的恶所激动 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带打 尽量与众人和睦 那问题是我们已经被欺负了 别人 无论是白眼狼 还是坑你了 害你了 逼迫你了 那你不要深渊 不要自己试图去报应对方 这就是以恶报恶嘛 同样的原理 不要以恶报恶 换句话 不要自己深渊 他欺负我了 打我一拳 我要还回来 不要自己深渊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好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心 啊 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啊 那我不报应 我就像约南一样 支个帐篷 坐在他生活的旁边 观察 你看看这个人 这样欺负我 这样恶待我 上帝一定报应他 我就 不自己深渊 我就让步 听凭主怒 我就看他 上帝怎么抱怨他的 麻木重要是吧 麻木 不要以恶报恶 不只是外在的 不要报复 心里面要尽可能的 以那种和睦的 态度去对待别人 不要自己深渊 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 都在上帝的 护理和掌管当中 自己止步 听凭主怒 这个原文里面不是主啊 他没有特定 可以翻译成主 也可以翻译成那个人啊 人称代名词嘛 任凭他 发怒 那这个你可以翻译成 任凭神发怒 或者任凭那个人发怒 如果按照文脉来看 任凭那个人发怒 是更合理的啊 或者说 你要翻译成主也行 就把这个最终判断的权力 交给主 不要自己深渊 让主来处理这个问题 经上记者说 主说我必深渊 深渊在我 我必报 这个目的不是教导我们 好吧 等着 约拿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学了约拿书 他就巴不得亚素人灭亡 为什么 亚素那个时候是正在欺负 兴起来欺负自己国家的一个国家 他出于民族主义 出于爱国心的话 谁不希望这个 仇视自己国家的那个民族灭亡啊 上帝却拆遣 他让他去向仇敌宣讲福音 他满心不愿意嘛 拒绝 后来被神这个一顿收拾之后 好吧我去 去了以后 本来是四十天之久的路要走的 他走了一天就 马上就歇在那了 盼望着他所宣讲的 那个要灭亡的那个日子来到 支搭着那个在城边观望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令我们觉得好像很幼稚 其实也充满人性的约拿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心里 对不对 他最后上帝和他沟通的时候 上帝看待那个城里面牲畜 二十多万的分不清左右手 在属灵上像婴孩这样的人 而且顾念那个牲畜 但是约拿的心和上帝的心就做了对比 这里面告诉我们 上帝对待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和那些 尚不认识神的那些一族的那种 同样是按照神的形象 是被造的人的那种态度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听凭主怒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意思是 让我们知道重点是上帝在判断 不是说像约拿那样 好吧我不置身我交给主了 主啊你就咒诅他抱怨他吧 期待着主去抱怨他 而是说你自己不要亲自抱怨 抱怨判断的事情交给我 我来判断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话了吧 前面说尽量与众人和睦 不要自己申冤 然后这里面实际上说 审判的事情交给主 而不是存着亏视着期盼着 好吧我就忍着上帝 你什么时候这个抱怨他 我就看着日历 今天第一天了 第二天第三天 月末了 一个月三个月 就一直看着看着上帝抱怨他 那个心不是这个 本文所教导的不是这种心啊 尽量和睦 前面说爱未逼迫你的祷告 这个已经很了不起的 很超越的 我不计较他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还要爱他 为他祷告 这个是更进一步的要求 对我们本性来说是很做不到的 那这里面是说 不要以恶报恶 其实重要的是心 尽量与众人和睦 即便他逼迫你们 然后特别是不要自己申冤 审判的是主啊 所以二世姐 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前面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仇敌恨我们爱我们的时候 但是仇敌有遇到这种落魄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你有这个力量你就帮助他 饿了就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 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爱仇敌 不是简单的是不可的问题 还积极的 不可杀人 我没杀他 我没计较他 他虽然对不起我 但是我也没报应他 不仅是这样 还要是他有需要的时候 更积极的 不可杀人 也包括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里面 我没伤害他 然后他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他死活跟我没管 不是我的责任 义务不是这样 而是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还要帮助他 这个要求就比一般的 伦理更高 更进一步 所以每一个人 无论是信耶稣的人 还是一般的基督徒 只要他明白上帝的律法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绝望 上帝的话太难了 没有人能遵行 什么意思 上帝给我们律法 当然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但是律法反映出我们 神的属性 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应该的生活 但是更进一步的 律法如同镜子告诉我们 我们凭自己活不出律法的教训 我们是罪人 所以让我们在律法 这个师父或者是个镜子的光照下 让我们感到绝望的时候 好谦卑地投靠基督 那在这里面说 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如何能做到呢 因为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 这里面出现了炭和火 把炭火堆在头上 这是所有历代解经家们 都困惑的一些经文 有的人认为这个炭火堆在他头上 就是审判他嘛 因为旧约里面谈到炭和火 都是指向审判 神的众主 神的审判 那是不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呢 分明和前面刚刚描述的 不要以恶报恶等等 这样的心态是不一致的吗 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说 有的解经家说 是指善待他 让他自己感到惭愧 其实焦点不是让他感到惭愧 焦点是善待他 即便他饿了 给他吃 渴了就给他喝 至于他悔不悔改 那不是我们所期盼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善待他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这句话不是指第一审判他 第二或者是我以这样的善行 这个善待他 更让他的罪恶加重 以至于将来神给他更大的审判 也不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所以这里面重点就是善待仇敌 21节 不可为恶所胜 反道以善胜恶 就做了一个总结 这里面出现了几个不可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自己申冤 然后不可为恶所胜 几乎都是一个意思 恶待你的 你不能以同样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去报应他 不仅是不要这样的行为 而且还要心里面 带着和平和睦 甚至是爱仇敌的心 他饿了就给他吃 他渴了就给他喝 这就是以善胜恶 好了 弟兄姐妹 基督教是一个讲究伦理 道德和伦理的宗教 但是基督教绝不是只是单单教导人 行好事而已 大家要注意 这不是矛盾的概念 一般人 宗教嘛 都是叫人行善做好事 实际上比起行善做好事 这种果子 这种现象 这种结果 基督教更强调的是 一方面我们应该生活的那个道 神的旨意 那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法则 方向 目标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的律法 给我们指明了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方向 那是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满足神心意的生活 但是现实是我们不仅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了 我们的意志上软弱 我们的本性里面受到罪的污染 即便是我们获得了新的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借着基督的血与生和好了 但是我们本性里面的污染 仍然需要再成圣 圣化 直到基督在灵 给我们换一个完全被更新的身体 这样的灵魂和身体都被更新之后 才得以完全的状态 才能够完全顺从神的话 以至于不犯罪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始终在 情欲 肉体 救人和新生命之间 圣灵的引导之间 产生冲突和张力这个过程 不仅是外在环境 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上帝的道 我们应该有的目标 最理想的状态 神是期待我们 那些恶待我们的人 千万不要对他们抱有仇恨的心理 正常人都会受到伤害的话 有这种报复心理和仇恨心理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上帝期待我们的是 不要恨他 学习饶恕他 学习爱他 学习与他和睦 学习甚至善待的人 这个就比起一般的伦理 不只是不害人 还要善待害自己的人的 这种伦理更高的 一般的伦理是牙欢牙 顶多我是不去报复他 但是基督要求我们 还要善待他 这个就是基督所教导 我们基督教里面 所谈到的这个爱的原理 和平和睦的原理 就像我们的上帝 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和过犯 任凭我们下地狱一样 他乃是将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我们借着他与自己和好 赦免我们的罪 不将我们的罪 归在我们的头上 而归在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身上 然后让我们的罪恶 在基督身上得到当有的报应 基督替我们背负了我们的 罪和罪的刑罚 罪的结果 他让我们受到这种恩待和恩典之后 他也希望我们活出一种 像上帝的生活 虽然我们不完全 在这个地上 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局限 伤害 所以一方面舔自己的伤 当然这个舔自己的伤 有点复衍 有点自怜 那个意思 就治愈 我们一方面从上帝那里获得治疗 被伤害的心灵得到治疗的恢复的同时 获得力量的同时 我们才能够超越我们自己天然人的局限 去实践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需要恩典 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伦理 就不是一般性的伦理 靠着人自己天然的本能和力量 然后去实践某种生活 操练某种套质 我们需要的是恩典 就是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所讲的 所以奥古斯丁反复提到 上帝命令我们 实际上是教导我们 应该祷告求什么 你们要爱抽敌 为那些恨你们的人祷告 只要祝福不要咒主 这个是按照我们是做不到的 但是怎么办 主啊既然你这样吩咐我 我愿意顺从求主 给我恩典和力量 让我能够饶恕对方 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 我心里就痛 每当他想起他的时候 我就吃 饭也不香了 觉也睡不着了 就特别有压力等等 心里隐隐地做痛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事情过去了 但是回头一提到 他的里面还是隐隐作痛 里面还有那个记忆 那个伤害 那怎么办 主啊怜悯我 让你的恩典之光 照亮我这个腐烂的伤口 医治它 治疗它 然后重新得到力量 才能够去 不但不纪念别人的恶 不但不以牙还牙 还能够进一步地去 效法上帝 去善待那些 恶待我们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 教会在地上 真的就会成为光 基督徒如果真的这样的生活的话 世人一定会认出我们来 因为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虽然我们在一些文学作品 电影小说或者现实当中 偶尔会看到这种伟大的 一种饶恕 无论是什么 但是你要查的背景 不是天主教徒 要么其他的 很多有个别灵星的这样的人 但是即便如此 普遍世界里面是这样的人 是少数又少的 真的那种有 超越的那种爱和饶恕 一定会超出于 他自身之外 其他源头 所以人的本性一般都是 以牙还牙的 能够不去追讨 计较 有能力还去不报复对方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进一步的去 爱那些恶待我们的人 又不去注视 那些伤害我们的记忆 这个需要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从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教导 但是大家读的时候 可能会留意 保罗这里面反复提到了 几个重要的概念 总是与逼迫有关 重复出现了好多次 可见当时教会初期的时候 已经遇到了这种事情 虽然耶稣当时已经遇到了逼迫 耶稣也预言到了将来 你们活在这个世上 也会遇到逼迫 但是当时呢 特别是基督徒 在罗马这个世界里面 这种充满异教的这种里面 这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他们面临着白自犹太人和 一教徒之间的这个张力啊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去生活 使徒保罗在告诉他们 这样的生活的原理啊 稍微应用一下 在中国教会当中 有一批这样的人啊 他们因为对某一些政党的恶行 恶言恶事 那些恶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大家都知道 没临到自己 大家也会很冷静客观的去看待 但是当自己的家庭 亲人 这个房子被强拆了 或者是亲人 这个被恶待了等等 在那种不人道的 某种统治下 受到恶待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愤怒嘛 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我们都会说一些 很多这个清凉的话 超越的话 与自己无关 就是事不关节 高高挂起吧 我们会客观冷静的分析 但是跟自己有亲人 扯上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会禁止不住 情绪这个激动的时候 恨 然后这样的情况很多 对不对 这种事情在教会历史当中 也会出现 很多逼迫基督徒的 这样的团体 政体等等 这样的事情很多 那么中国基督徒 是不是意味着就 因此就恨某些人呢 我个人也纠结过很长时间 但是后来得的结论是 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能恨 虽然恨是合理的 作为人的角度可以理解 在那种处境时 谁不会受伤 有愤怒 有反应 恨当然是正常 但是作为基督徒 一个认识神 爱神 愿意过神 喜悦的生活的基督徒 可不可以那样 恨是自由 甚至某种权利 但是应不应该 我们对那些受逼迫 被惨害 蹲奸九年八年 没收财产 甚至受到非公义代义的时候 我们看见我们都不好意思 劝勉他们 为什么那件事情轮到我 我能不能够以那样的态度去 面对我都不好说 受到极其惨烈的这样的对待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嘛 即便如此 也不能恨 更不能咒诅 这就是为什么 我对一些网络当中 把基督教所谓的福音化 中国化和一些政治运动 混合在一起 里面根源实际上是仇恨 的人刻意保持距离的原因 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知道他们的心情 但是 你把这种出发点和神学 混在一起来 合理化自己的做法的话 我不敢苟通 为什么 因为根源违背了福音的精神 即便仇敌逼迫我们 无论他是什么党 是三星党还是六星党 还是这个金三胖 还是其他人 恨还是罗马的凯撒 恨这不是基督的教导 更不能以这个作为根源 以什么什么其他神学 合理化 忽悠更多的基督徒 制造更多的仇恨 变成一种政治运动 要试图推翻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是教会 教会不是民运团体 一定要分割 基督徒参与社会 推动社会改革 有基督徒应该做的方法 作为个人 我在我的党位当中如何做 当我们有权利发表自己 基督教世界观的时候 我们有权利投票的时候 当然要按照我们的基督教 世界观去来促行 我有写作的权利的时候 我当然要写一些 符合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些文章 去影响别人 对不对 当我是公共人物 发表某种讲论的时候 我当然要 我要是教授的 我当然要讲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作为个体 每个人在每一个上帝 给我们的影响的位置上 去实践基督的教导和 基督教世界观 来起到光和音作用 我们的基督教 世界观一致的生活 言论 这是我们影响世界 根源是福音 因着福音给我带来的变化 我的生活 我的变化的生活方式 态度也渐渐地去影响别人 而不是聚在一起 搞个什么运动 那个完全是贝利福音的 如果那样的话 耶稣第一个应该做 主啊 我们等候的就是你吗 像摩西带领我们搞民族 独立运动的那位摩西吗 那位先知吗 No 不是 基督不关心这个 在比拉多面前跟他说 我的国不是属这个地上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就是说上帝统治的 这个国的方法和原理 不属这个世界 如果属的话 一定会拆遣天使天兵 是吧 或组织一批这个铁粉 组成军团训练他们 不必要天天教导他们 训练他们 给他们发兵器 把罗马人从这个 耶路撒冷赶出去 这个历史上也发生 这样的事情 但是基督没这么做 那为什么今天的教会 这样做呢 根源是我们没有办法 消化好别人 对我们的恶待 我们愤怒 我们仇恨 我们巴不得 那个害我们的敌人死掉 所以用各种方法 去亲自想伸冤 美其名曰什么社会变革 美其名曰什么 这个搞民主运动等等 美其名曰我们要什么 效法嘛 所以大家要防范在华人圈里面 我们第一反对什么中国话 由官方推进的所谓的中国话 中国话 基督教中国话 我们也要反对那种受某种西方影响 注意哈 我用的是一般的用语 因为这个词本身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在华人基督徒里面受到一些这种 所谓的西方的思想的影响 虽然官方也喜欢用这个话 我不是支持官方 但是作为一个牧师 从福音的立场 的确是不可否认 包装着某种神学 包装着某种价值 背后隐藏的是 对某些团体的仇恨 然后试图去改变 这个就不是福音 不是福音性的 所以基督徒即便是在凯撒 即便是在罗马帝国里面 遭受这样的逼迫 我们被投入到什么 竞技场里面 喂狮子被点天灯 那基督徒是不是要拿起兵器 去推翻这个邪恶的 不敬钱的 亵渎神的 异教徒所控制的政权呢 没有 没有 反而像我们的主一样 像被杀的羔羊 以那种和睦 不但不仇恨 反而为仇敌祷告 这个伦理 在这个世上找不到的 抱着那块冰 硬要把冰给融化掉 那种性情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留意 特别是针对这一点 我想跟大家谈谈 为什么 这个经文下一段 就谈到了世俗政府的问题 我们中国基督徒当下 最贴切的问题 我去年吧 是去年 因为是纪念宗教改革 因为也看到国内一些 带偏风向的基督徒的言论 什么反三字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反 这个我就不多啰嗦了 三字里面哪些毛病 家庭里面哪些毛病 我自己很清楚 这两种类型的教会 我接触的比较深 范围也很广 神序上研究 实力上研究的也很多 当然我懂 我有我的立场 但是我发现他们批判 反对三字的很多论据都错了 而且都是盲目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连三字里面那些善良的信徒 也直接给否定了 所以我当时就记着宗教改革 讲了三个 一开始就讲一个 后来发现不好 又讲了第二个第三个 讲了一系列的 然后国内的人就开始反对 反对的原因 我自己也知道 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去年国内 鄂明昭住的事件很多 而所谓的某某教会 正好是被某某统治的 那样的教会 所以当你去维护某某教会 好像给某某教会说话的时候 你就和某某政权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们就把你好像拥护某些人 中国人很多人 其实逻辑很混乱的 他们分不清事实 也听不懂你讲什么 也搞不懂你的立场 然后他就随随便便地就编辑在一起 就把你和某某邪恶的政党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这样 我们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某些恶行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我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恨他们 仔细读圣经 不需要你会希腊文 不需要你会什么特殊的解经法 你照字面去读 你读它一百遍 二十遍 末想 你也知道 福音的教导很明显 跟我们的行为是不一致的 为什么 我们是在报私仇 谢私愤 根本跟福音的教导是不一致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借着这样的经文 为什么这么多的逼迫的内容 保罗反复强调 不能以恶报恶 为那些逼迫们的祷告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登山宝训的教导 使徒们不是自己在基督之外 另发明的新的教训 连保罗自己也深受犹太人的迫害 后来也是 虽然那个时期 还不是从罗马政府来的逼迫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逼迫 但是他也没有去咒读犹太人 甚至拼命地想给犹太人 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巴不得自己哪怕与基督隔绝 也愿意自己的同胞得救一样 这种心情就是福音的精神 虽然按照我们的本性难 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地仰望基督 主啊你的话是这样丰富 我自己的现状是这样 但是主啊我愿意顺从你 这个关键就是在这里 基督徒为什么愿意遵守这样的伦理 因为我们认识神 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愿意遵心神的话 虽然有很多的艰难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必要这样生活 对不对 因着爱神愿意遵心神的旨意 讨神的喜悦的缘故 所以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主啊你医治我 纵然有这样的逼迫和伤害 但是我愿意不但饶恕去为他们祝福 这样的形态 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不仅来自各方面的这种伤害 可能来自你不信的家人 对你的逼迫 包括很多的背叛和离弃 特别是像本文里面出现的那些 来自不信的 不敬畏神的那些逼迫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求主连绵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获得安慰 获得医治 求主扶贫我们心中的伤痛 消解我们里面的愤怒 给我们一颗和平和睦的心 也求主给我们爱他 连绵和饶恕罪 抵挡我们恨我们的人的心 求主让我们不以恶报恶 反而是真正的靠着神 给我们的这个爱和恩典 能够以善甚恶 求主连绵我们这个世界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听了神的话 因着爱神愿意顺从神的话 发现自己软弱无力 愿意仰望神的恩典 求告神恩典 去顺从神的话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